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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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呢 我们给它织合上一个平凡丛之后 就比如说在三维空间中我们织合一个球面的法丛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平凡丛了 所以说在这个加上这个一个平凡丛的逆元的情况下 二维球面的切丛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在K理论以下是一个平凡的 就是说把所有的向量丛给它做群化之后 我们得到的理论叫做K理论 K理论呢一般是可以计算的 因为它是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广义同调论 其次呢它的这个系数群 我们是有这个boss周期率是告诉我们的 比如说辅的K群的这个系数群呢 它就是在偶数为是一个Z 基数为等于0 然后比如说10的这个KO理论呢 它是在0为4为8为 这些4K为数呢有一个Z 然后在这个8K加1和8K加2有一个Z模2 然后呢我们对于这K群呢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比较偏代数的角度去理解它 我们有这一个CS1定理 它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脱步空间上的向量丛 看作是什么呢 看作是这个向量空间的函数环上面的这个 有限生成的投影模 就是一个角度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紧的一个脱步空间的话 它上面的任何一个向量丛 它总是可以给它做一个补丛 使得这两个丛加直合起来呢 是一个平半丛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 它的这个函数环上面的模的话 就相当于说是两个模 直合起来变成了一个自由模 所以说它是一个自由模的一个直合因子 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一个向量丛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投射模 然后反过来呢 一个投射模它作为一个自由模的一个直合因子 那我们相应的把它 看它的这个几何的这个图像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自由丛的一个直合因子 就是一个一般的向量丛 我们就三S王定义说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一一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 带数上的一个投射模 它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个 起合上的一个向量丛 然后这里我们再注意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投射模 如何证明它是投射的呢 我们来我们一般的证明方法是 我们证明它是一个 自由模的一个直合分量 这在反映在几何上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证明一个东西 它是向量丛的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自由丛的一个子丛 但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啊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向量丛 看成一个自由丛的子丛呢 相当于引入了一个额外的一个信息 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诱导的联络 就是说我们假设有一个自由丛 它上面自然是有一个 跟它的平凡化所诱导的一个联络 然后把它这个联络 现在子丛上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子丛的一个截面 我们在这个大的丛里面 求微分 然后再投射上去 我们自然得到一个诱导的联络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自由模的一个死模 看成是一个带联络的一个向量丛 好 然后有了这个向量丛和一个联络的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自然可以定义它的曲率 什么是曲率呢 就是说我们 就几格上它是绕着一个 就是绕一个小圈 然后看 沿着小圈做一圈平行移动之后 它这个向量从转了多少度 然后这个转的度数呢 是和 就是在最低阶的情况下 和这个小圈它围成的面积是成正比的 然后这个比例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在这个点附近的曲率 一般来说曲率它是一个二形式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曲来定义成类 它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曲率 就是它这个曲率的作为一个二形式构成的矩阵的 它的这些 它这个 叫什么呢 它的特征多项式 然后呢 类似呢 我们可以定义所谓的成特征 它本身上跟 是一个成类的一个特殊的组合 就是成特征跟成类的 区别在于 成类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整系数的 这么一个上通交类 而成特征呢 它是一个有理系数的 但是呢 这个成特征它是保加法和保成法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环通态 就特别的 我们可以对于 如果一个联络 它是来自于一个 平凡从里面子从上面的诱导联络的话 我们可以应用这个投射 这个投影矩阵的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成特征的公式 就底下这个公式 我们呢 现在算它的这个联络的平方 然后呢 取一个形式的给它取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呢 用这个投影矩阵给它投下去 然后取一个G 就大家 就直观上看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成特征呢 它是对于 我们的这个投影矩阵 取一个G 这么一个操作 这就是代数版本的成特征 然后成特征 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呢 就是说 它诱导了什么呢 它诱导了一个 有理系数的这么一个同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破扑K理论 如果是取有理系数 把它脑部分都给它扔掉的话 事实上它是同构于我们的 这个通常的上层掉环的 这要同构是怎么过去的呢 就是使用这个成特征 这成特征 它是一个 就是说是个 带乘法的一个上层掉理论的一个同构 也就是说 利用成特征呢 我们知道这个 取有理系数之后 K理论本质上跟 通常上层掉理论 是同一个理论 前面呢 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的 破扑K的一些 基本的理论 那我们很自然的要问 如果我们想把所有的这一切 在这个带数的角度去看 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首先呢 我们知道 在带数的版本里面 一个 函数环 它相当于是 就是如果把一个托弗 今天看它的函数环的话 这件事情是可以带数化的 我们认给一个一般的环 我们都可以把它 对应一个仿射的盖型 然后把仿射盖型粘起来呢 就是一个一般的盖型 那么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问 我们的这个 拓扑版本的相当层 还有K理论 是不是可以 可以在带数的情况下 去一般的这个描述呢 就是我们很容易发现 我们前面的这个 使用投射膜的 这么一种描述 我们是可以把它 用代数的方式去描述的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 环的K理论呢 就是考虑这个环上面的 所有的投射膜 然后它关于这个 持核操作 做一个群的完备化 我们就得到一个 环的一个K理论 然后呢 像类似的 我们会发现 我们如果 只使用这个 投射膜的语言 去描述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 环本身的交换性 是没有要求的 一个环 我们只需要它是一个 满足结合率 我们就可以说 它上面的膜 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 我们这个 代数版本呢 其实是可以在 这个非交换几何的 换出里面 去弄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发现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除了经济K理论之外 从脱幅版本里面 我们还可以进行K1K2 把它做成一个 完整的 一个上层调理论 但是 我们注意 在脱幅版本里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 BOT周期率 BOT周期率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本身上 它告诉我们 这个 K理论 它的所对应的 这个分类空间 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 所谓的 infinite loop space 它是可以抵 loop的 在代数版本里面 这个BOT周期率 它本质上是一个 拓扑的 定理 它是没有办法 做成一个 代数版本的 就是代数版本的 BOT周期率 它是在 MOTIVIC的 世界里面 才能做 所以说我们要做 代数版本的 K理论的话 我们需要 认真的考虑 它里面和包含的 这个高阶 结构 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什么是高阶结构 比如说我们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前面是想 分类 一个向上层 或者说一个 环上面的 环上面的 这个投射模 这些问题都是 比较难的问题 我们考虑一个 简单的问题 我们想分类 所有的有限级 那么有限级 怎么分类呢 就是说我们 最通常分类呢 是使用这个 叙述去分类 我们用空级呢 作为这个 零这概念的 一个代表源 然后用这个 零构成的 这个单元级 可能作为 一这个概念的 代表源 然后用零一 构成的这个 二元级 可能作为 二这个概念的 代表源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用叙述 去给 有限级 进行分类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有限级 它一定和 某一个 唯一的 一个叙述 存在 一个一一对应 好 这样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可以用 自然数 去分类 有限级了 但是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我们 我前面说了 任何一个 有限级 它只是 和某个 唯一的 一个叙述 是存在 一个 一一对应 但这种 一一对应呢 它并不是唯一的 只有当这个 有限级和 它没有元素 本身 是一些 本质上 不同的元素 它本身是 有一个排序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 和某一个叙述 具有一个标准的 一个一一对应 如果我的 有限级 它是一个 不可分辨的 一个集合 它里面 所有元素 都是等价的 没有办法 分辨出 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它尽管和 某个叙述 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 一一对应 但是它 并不是 存在一个 唯一的一一对应 那么我们在 分类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考虑 所有的这些 一一对应 然后所有的一一对应 相应于什么呢 就相应于 我们一个 有限级 它本身 所带有的 对称性 也就是说 一般来说 我们在进行 分类的时候 如果遇到一个 我们在分类的意义下 某个对应 不是唯一的话 那一定来自于 我们所分类的 这个对象 它本身 所带有的 对称性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想分类 分类这个 有限级呢 我们就 不应该 从叙述这种 里面的所有元素 可区分的这种方式 去给它区分 然后 那我们怎么分类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个 这个 零 零呢 它还对应一个零 因为零本身是没有 对称性的 一呢 当然它也是 没有对称性的 如果是二元级呢 它上面对应一个 这个 Sigma2的 这么一个 对称性 就Sigma2 它是一个 二元级的一个 置换群 所以我们把它 想象成一个 BSigma2 也就是说 有两个元素 集合的这么一个 分类空间 然后三元级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 用BSigma3 对它进行分类 就是一个三元 集合的置换群的 分类空间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就我们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想 如果我们不只是想分类 有限级 而是想分类 连续变化 有限级 或者说 以一个空间 作为参数的 这么一个有限级 是怎么分类的呢 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想考虑 带参数的 有限级的概念呢 它相对于 相应于一个 复叠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把 一个复叠空间 想象成是 一个带参数的 有限级 每个点对应 一个有限级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有限级的 一个具体的顺序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复叠空间 是怎么分类的呢 它是由一个 BσN来分类的 就是一个N重覆盖 它对应于 底空间到 BσN的一个 映射的同类 然后BσN又是什么呢 BσN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EσN 然后商调一个 CN的群作用 EσN它是一个 具有自由 CN作用的 一个空间 并且呢 它在非等变异 下它是可说的 然后它商调 这么一个 CN的自由作用呢 就是我们 CN的分类空间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所有的BσN的 这个无胶病 关于所有的N 做一个无胶病 我们可以想象成 这是一个 有限级的 模空间 比如说任何一个 带参数的 有限级 它都是可以用 这个BσN来分类的 好 那么我们用 同样的思想 去考虑 这个K理论 我们 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 我们只考虑 我们先分类一个 玉上的这个投射模 我们知道一个玉上的 所有的这个 有限生成的模 它都是自由模 所以说这个 分类起来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一个 玉上的向上空间呢 它是 可以完全的 由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为数来分类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 为数等于0 是一个0位向上空间 为数等于1 是个1位向上空间 然后以此类推 好 但是我们就会 马上注意到一件事情 跟前面我们在 分类 有限级的情况 完全类似 我们在分类一个 玉上的向上空间的时候 一个抽象的向上空间 和一个标准的向上空间 之间是没有 一个标准的 同构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 一个N为向上空间 它自身所带有的 这个对称性 要考虑进去 所以呢 我们认为 一个 预K上面的 预F上面的 一个向上空间的 膜空间 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由这些 DGLN来进行分类 比如0位向上空间 它没有对称性 所以是一个点 如果是一个 一维向上空间 那它对称性是什么呢 它对称性就是 GL1F 也就是F的乘法群 F的乘法群的分类空间 然后一个 二维向上空间呢 它就是BGL2F GLNF呢 我会估一下 它就是这个 N为向上空间的 对称群 就是具体的表现呢 它就是同构于 所有的N乘N的 可逆矩正所构成的 这个群 然后跟前面类比 我们说这个KF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这个BGLN 它所构成的 这个膜空间 它做群的完备化 大家注意啊 这个BGLNF 它是一个向量 它是一个向量空间的 分类空间 它上面自带一个 十何所诱导的 这么一个加法结构 比如说BGLN 乘上BGLM 它自然的可以打到 BGLM加N 这怎么打过去呢 就是把一个N界矩阵 跟一个M界矩阵 一样对角性拼到一起 我们可以到一个 M加N界矩阵 然后两边同时取分类空间 我们就得到 这么一个加法结构 大家注意 我们要得到 这个加法结构的话 必须对所有的N 求一个无胶病 才能得到 每一个具体的N 它上面都是 没有加法结构的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取这个 群的这个完备化的话 其实是相当于说是 我们还要加一些 就是说相当于是 某种意义上 让这N要趋于无穷大的 因为我们是 相当于形式天积之后 相当于是 只有这个N足够大的 地方的分类 才是有效的分类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BGLN 它是一个 带加法结构的 一个托扑空间 我们在做 群的这个完备化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托扑结构考虑进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做 群的完备化呢 就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行事的 在托扑的范畴里面 给它添腻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它这个加法 它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加法 添腻之后 可能 这个托扑就不好给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 同伦的意义下 给它添腻 然后这个 就是在同伦意义下 做群的完备化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 观点是 我们是要在这个 无穷范畴的意义下 去做这个完备化 我们先回顾一下 什么是无穷范畴 就一个高阶范畴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 它的所有的 这个态摄之间 都是有 都是有态摄的 比如说它最基本的 一个高阶范畴 它包含这些信息 首先它有一堆的 对象 然后对象之间呢 它是有态摄的 这是我们通常的范畴 然后高阶范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任何两个对象之间 它们有一堆的态摄 然后我们说 这些态摄之间呢 它也可以有态摄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2毛费的 然后3毛费的 它就说 任何两个对象之间的 态摄 之间 有2毛费的 然后任何两个固定的 1毛费的 之间的 所有的2毛费的 之间呢 它也可以有 毛费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3毛费的 然后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类似的 把它不断的做下去 然后作为一个 高阶范畴的 一个最基本的例子 是什么呢 我们考虑 我们考虑一个 TOP空间 然后一个TOP空间 它怎么变成 一个范畴呢 首先 我们把它里面的 所有的点 想象成一个 范畴里面的对象 然后它里面的 态摄呢 就是说两个点 之间的 道路 我们可以想象成 把它想象成 两个点之间的 一个态摄 那么这里面的 2毛费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道路 之间的同轮 就是说如果两个道路 之间有同轮 我们把这个同轮 本身呢 看成是一个2毛费的 它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道路呢 相当于点和点 之间的同轮 然后一个2毛费的 它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两个道路之间的同轮 然后3毛费的 很自然的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两个同轮之间的同轮 就是一个脱步空间 大家可以很自然的 定义出一个 最近的一个告诫范畴 就是它里面的 这个N毛费这么的 就相当于一些 N-1的这些 骗之间的一个同轮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我们 对于无穷范畴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公理 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 如果一个无穷范畴 我们假设它里面的 所有的态设 都可逆的话 那这种无穷范畴 它一定是来自于 一个脱步空间 并且这两个范畴呢 它是 在某种意义下 是等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 用脱步空间的范畴 作为一个 所有的 这个Infinity Group Poey的这个范畴的 一个模型 然后呢 我们再回顾一个概念 叫做一个 范畴的一个Nerv 什么是Nerv呢 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 我们通常的这个BAR 用BAR的这个构造 去构造分裂空间的一个推广 假设我们有一个范畴 那我们可以构造一个 构造出一个什么东西 构造出一个 构造出一个 单纯服刑 它里面的 零位单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范畴里面所有的对象 它里面的这个 一位报向是什么呢 是范畴里面的 所有的态设 然后它里面的二报向是什么呢 是 类似于一个 态设的这么一个三角形 就是A到B有一个态设 B到C有一个态设 这样的态设呢 它自然是可以 复合的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 A到C的态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构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把它 想象成一个 一个单纯服刑里面的 一个 一个 二位报枪 然后它三位报枪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连续三个可符合的态设 它对应一个三位报枪 它里面 这里面呢 它是有四个面 四个面呢 分别是ABC构成的三角形 BCD构成的三角形 然后呢 ABD构成的三角形和 ACD构成的这个三角形 恰好有四个三角形 对应四个 它的四个面 然后这么沾上去 沾上去 我们就像这样的 一个三位报枪 然后以此类推 这个概念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 一个范图的Nurve 好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 给一个范图 然后我们勾到出了 一个范图的Nurv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Nurve呢 再取一个几颗实现法 想象一下一个脱步空间 我们再想象一下 这个脱步空间里面 脱步空间它所对应的 这个无穷范图 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范图呢 它是可以嵌入 我们新的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无穷范图的 就是原来的范图的对象呢 我们可以 它对应于我们这个 丹宠府行的这个领点 然后呢 原来这个范图里面的 这个泰设呢 它对应于我们 现在这个 丹宠府行的里面的 这个 它的这个 颠 然后呢 这个 然后注意啊 我们原来的这个 符合关系呢 变成了新的这个范图里面的 一个 就是说一个 这个二泰设里面的 一个等价 比如说在同轮的意义下 我们把它嵌进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形式的想象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抽象的 把我们一开始的范图 嵌入一个 无穷范图里面的一个 鲁宠府行的的话 那么我们用 那种构造的空间呢 它一定是一个万有的 这么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 从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 所谓的一个 对于一个范畴 我们做 鲁宠府 completion的话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取它的 Nerv的这个 几何实现 所对应的 这么一个 无穷范畴的 鲁宠府行 那么反映到 我们一开始的一个 Montor的 我们怎么看呢 就大家注意看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 我们一开始有这么一个 BTLN 这么一个Montroid 这Montroid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 只有一个点的 一个无穷范畴 然后这个点之间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BTLN 的无胶病 想象成 某个 只有一个点的 无穷范畴上面的 所有的 态摄 构成的集合 然后它上面的 这个加法呢 就相当于 这个范畴里面的 这个范畴里面的 这个 态摄的复核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 对这个范畴 我们做一个 转备化 也就是说 先去它的 Nerv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Nerv做几何实现 然后几何实现之后 我们考虑这个空间 它所对应的 这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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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穷范畴的 这个 Infinity Group Point 但是呢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如果想把一个 群 对应成一个 Infinity Group Point 的话 我们的 基本的想法是 把它对应成一个 只有 只有一个 对象的 这么一个范畴 就是一个群 可以想象成一个 Group Point 怎么想象的 就是它的对象 只有一个 然后太甚的 就是群里面的元素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反过来 想把一个 Infinity Group Point 再还原成一个 具有 我们想象中的 一个群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要取 它里面的 某一个对象 所有的态设的集合 也就是说 取它的这个 Loop Space 也就是说 在这种意义下 我们的一个 Topological Monoid 它的 Group Completion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取它的 Clensing Find Find Space 然后呢 再取它的Loop Space 这样操作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Group Completion 这个呢 是这个群的完备化的 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要使用一些 无穷范畴的观点 去做这个 保持所有高阶结构的 这个群的完备化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 在书K里顿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在做群的完备化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额外的结构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它的 可交换性 就是我们 想象一下 我们说两个 向量空间 它们做直合 然后做直合 这个操作呢 它上面是 自带一个 交换性的 就是A和B的直合 和 同构于 B和A的直合 这件事情 反映在它的分类空间上 是怎么回事呢 反映在它分类空间上 也就是说 这个BGN 它作为一个 Torple Logical Monoid 它上面是有一定的交换性的 但这交换率呢 它只是在 这个同轮的意义下 是可交换的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 这个在集合 集合的意义下 这个GN 乘GLM 打到GLM加N 相当于是 把一个N接矩阵 跟一个M接矩阵 它们 沿着对角 先排在一起 这样操作呢 注意这个操作 是不可交换的 就是说 你把一个N接矩阵 跟一个M接矩阵 排在一起 先排M接矩阵 再排N接矩阵 这两个操作 是不可交换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两个交换 它是 在哪种意义上 是可交换的呢 它们两个 这两个操作 它们是 交换之后 和原来的操作 是互相交换的 比如我们存在一个 GLM加N里面的元素 发现这个元素 做交换 这两个 原来的 两个操作呢 是可以互相变过去的 交换操作 反映在BGLN里面 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同轮 比如说我们需要 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一无穷空间 一无穷空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空间 上面有一个 乘化结构 这乘化结构呢 它是在这个 同轮的意义下 是交换和结合的 但是呢 不只是在同轮的意义下 交换结合 而是对于 所有涉及到 这些高级的结构 都是满足这个 交换率和结合率的 比如说 我们 举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假设 有三个东西 有结合率 那么如果 如果考虑四个东西 的结合率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 结合的五边性 然后所谓的这 A无穷呢 就是说这个结合的 五边性可以填满了 然后五个东西结合 我们 如果假设 所有的五边性 可以填满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 三位的一个凸体 然后凸体的表面 都是可以填满的 然后凸体的中心呢 如果我们假设 也存在这么一个 同轮可以过去的话 就是所有的这些 假设 就是假设我们 以任意的方式 给它做结合率 和分配率 然后互相之间 都是存在同轮的话 我们就说 这种空间呢 它是一个 义无穷空间 相应的呢 如果我们假设 一个义无穷空间上面 在同轮的意义下 存在同轮力的话 我们就说 它是义无穷的 一个group 然后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一个义无穷空间 它做一个 group completion之后 我们可以找 一个义无穷 group 义无穷 group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一个义无穷 group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 delooping machine 我们可以对它 不停的做 这个climifying space 这种操作 然后把它deloop 比如说 假设X是一个 义无穷空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X1 使得X的 同轮等价于 X1的loop space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找到 一个X2 使得什么呢 使得X1 同轮等价于 X2的loop space 然后这件事情 可以有无穷的上去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义无穷 group呢 它可以对应于一个 infinite loop space 作为义无穷空空间的 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bcmn的五胶病 和这个bgln的五胶病 它们的这些 这个加法结构呢 我们可以证明 它在这个同轮意义下 都是满足 所有高阶的 这个交换率的 所以说 它们是一个 异无穷空间 然后对它们 做group complet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个infinite loop space 这infinite loop space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是k理论 关于因为loop space 我们还可以用 另一个角度去看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 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普 什么时候普呢 就是我们假设 有一串top空间 xi满足呢 就是说 xi呢 它同轮等价于 x2加1的 这个loop space 就是说 所有从基点出发 然后中间也在 它的基点上的 所有的这些 道路构成的空间 这一 这一串空间 它组成的 这么一串的数据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 谱 大家注意这个谱 跟前面的这个 infinite loop space 有什么区别呢 就因为在loop space 我们的这个 重点是放在 一开始的x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就是这个x1 如果它是不联通的话 它是 它这个信息 是不包含在 infinite loop space 本身里面的 但一个谱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x1 它本身不联通 这不联通性 也是包含在 这个谱的概念里面的 我们可以证明 谱的概念呢 它和我们的广义 同教论是一意对应的 比如说满足 这个 城镇和列 然后满足切除公里的 这么一个抽象理论 它一定 对应于某个谱 然后我们前面的 infinite loop space呢 它对应什么呢 对应一个概念叫做 connective special 比如说一般来说 一个谱 它是可以有 可以有负责同文群的 那么如果一个谱 它没有负责同文群的话 它就对应于一个 infinite loop space 关于谱的概念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结构 就是说它上面本身是带一个 这个所谓的smash product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类比的话 我们可以把一个 一重道路空间 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一个群 然后一个谱呢 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一个 arber群 那么这个谱的范畴上面 它的这个smash product呢 它可以类比成 arber群上面的张量机 好 然后对于例子呢 比如说 我们前面的这个 这bc碼n 我们把它做一个无胶币 然后我们取一个 取一个这个 群的完备化 我们右下角写加号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做群的完备化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所谓的 求普的这个infinite loop space 然后我们可以证明这个 我们这么构造出来的求普呢 它是这个 在这个普的范畴里面 它关于这个smash product的一个单位 单位源 比如相当于 就类似于什么呢 它类似于在arber群的范畴里面的这个z 这个对应的arber群 它是张量机的单位源 然后 我们前面够到处的kf 就是我们对这个bgln 取它的这个group completion 它是一个infinite loop space 如果把它给loop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它的代数k举论的谱 我们把它叫做是kf 我们可以证明kf上面呢 如果f是一个交换环的话 它关于向同的张量 就在f上的张量 它有 它这个乘法结构呢 它给了 这样的k理论的一个 所谓的意义无穷的 这么一个环谱的结构 比如它上面不仅有加法 还有乘法 就对应于top k理论呢 就是我们知道top k理论 它也是一个环 它上面的加法呢 就是向量的这个 向量从的持核 乘法呢 就是向量从的这个张量机 类似的 我们的这个k理论呢 它是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考虑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向量空间 构成的模空间 对这模空间呢 取一个group completion 然后我们对于 这个group completion呢 我们把它用d looping machine 把它d loop 变成一个spetrum 然后这spetrum上面 它继承了加法和乘法 加法 它上的加法呢 是一个spetrum自带的 就是说任何的一个谱 它上面自带一个加法 因为spetrum它的范畴 这个范畴呢 它是一个加性范畴 然后它上面 额外带的这个乘法呢 是来自于 F上面向量空间的 这个张量机 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是关于 K理论的一个定义 大家会发现 它用了很多这个 同论的一些概念 就是本质上 是我们要使用这个 无穷范畴的观点 去分类 一个域上面的向量空间 所产生的这些高界结构 让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发生 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K理论的定义 其实是穿过 穿过一个什么呢 穿过这个 一个环上面的磨的范畴的 也就是说 K理论 只与一个 只与一个环上面的磨的范畴有关 并不是和一个环 直接产生关系 比如我们有这么一个例子 它叫做 Morita等价 它是什么呢 它我们假设有一个环 我们考虑着 考虑一个新的环 是R上面的 所有的N乘N矩阵构成的环 大家注意啊 如果一开始这个环 即便一开始的环是交换的 那么所有的这N乘N矩阵的环 它也是不交换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 R模的范畴 和这个MatNR模的范畴 它是等价的 等价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边呢 我们看色一个RN 另一边呢 我们在这个MatNR上 探测一个RN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两种操作是互相恒逆的 就是RN呢 它是一个双膜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个左耳膜 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右MatNR膜 也可以换过来 就是说这两种操作呢 它们是互逆的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 代数K理论的这么一个函子 它是穿过这个 膜的范畴的 所以R膜的范畴呢 R膜的这个K理论呢 不是R的代数K理论 和MatNR的K理论 是同构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两个环可以不同构 但它上面的膜的范畴可以同构 这又导致这两个环 它们的K理论呢 它其实是同构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这个 R的非交换体核的话 我们可以从 可以觉得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R和R上的 所有的这个N乘举阵 其实是代表同一个 非交换体核里面的 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 认识就是说 K理论它是有一个 万有的这么一个 它是有这么万有的 一个描述方式的 就我们假设 E是一个一般的理论 它满足什么条件呢 它是保持这个 Maurita等价 也就是说如果 就是如果两个一般的范畴 它们上面的这个 膜的范畴是等价的话 那么这个E 它们所对应的E理论等价 然后满足一些 这个可家庭条件 和一个保这个 说的Kolimpia这些条件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这么一个 结论就是说 这个K和E之间的 所有的自由变换 它作为一个脱补空间 我们是在这个 无成范畴里面考虑 所以说任何两个之间的 两个之间的态势 是构成一个脱补空间的 它等价于什么呢 它等价于 同价等价于 我们把E作用在这个 求普 我们把这个求普 看成是一个 在普范畴里面的要缓 就是E理论 对那求普上 得到这个空间的 它又是这个 K理论到E的 所有的这个 自然变换 所构成的 这么一个空间 换句话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 K是一个 最基本的 一个 保持 Morita 同构的这么一个理论 对 好